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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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你还记得吧 对 我在猜哦 是不是我那时候脾气不好 所以他要跟我打赌 一个礼拜不生气 一个礼拜不生气 什么了不起 我们试试看吧 哇 不简单耶 有时候火要冒起来 有时候那时候 我们家庭主妇嘛 会冒火都是我们的小孩嘛 对不对 就是你讲的 跟中中一样满地爬的那个威伦 也很让人冒火的 对不对 要准备冒火就惨了 我跟周元师兄有约 一个礼拜不生气 一个礼拜不生气以后 跟他报告 我真的上个礼拜没生气 当然有几次火要烧起来 还好 赶快灭火 一个礼拜做到 那我们就两个礼拜 OK 谁怕谁啊 我们就两个礼拜吧 就这样下去 那有一个说法 你只要21天做相同的事情 你就永远地会停留住了 所以感恩周元师兄 灭了我的称心 现在我不太敢说大话 不过有时候很多人是这样说 现在要惹意会生气 没有那么简单 真的是 非常感恩这样的善知识 还有我们的西西世界 真的棒得不得了 他的人是非常的执行 他只要看到我哪里不对 我讲没有人会说 因为每一个人呢 都想说我要守口业啊 我要跟议会结好缘啊 不会有人说的 可是西西她会来告诉我 议会你刚才这么这么不对 非常非常的感恩 而且她有时候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年轻嘛 我们跟西西 我们在一起 每天在一起那个日子 大概我们都才四五十来岁嘛 都还年轻 这个对这个我直我见都比较强烈 各有各的想法 我想我是对的 他想他是对的 我们常有争执 可是我们是那种 现在后来他到官渡去以后 我们不常见面 不常联系 可是我们心永远是一样的 我的best friend 西西世界 很感恩 今天几尊菩萨都在这里 就两位成就了这位大菩萨 那当年周远师兄还 我还记得 他说 他常告诉我 法在恭敬中求 研究一下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大家都有在文法嘛 在 《近世妙年华》里面的方便品 第二集 上人说了 恭敬心 在七百八十四页恭敬心 上人说 舍利佛 虔诚尽信 相信佛 未畅言本怀 就是那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舍利佛一再一再地 请佛陀说大法 那佛陀一直说 指啊 那这个舍利佛呢 更表达尊重 敬法的恭敬心 他一再一再祈求 所以才有今天 我们能够在大法中 能够在中间学习 去成长 所以这句话 就是 有恭敬心 信财 堪得 文法 信 寿 这是上人告诉我们的 而当年 三十多年前 周元师兄 就不时就不时地跟我耳提 念命 法 在恭敬中求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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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资深 进来 持继 够久 我的父亲 可能都认得 就是大家 称的李爷爷 大家还记得 他大概一百来公斤 可是他每次 要 承给上人 他的善款的时候 他这一百多公斤的身躯 一定是顶礼 用顶礼这样的一个知识 来 来恭敬 供给上人 这是 尊重 恭敬 才是真正的供养 上人不是看你那个 支票上面的数字 上人看的是你 这个弟子的这一份恭敬心 那 父亲在 在世的时候 也就一再一再地告诉我们 他说呢 阿嬷已经没了 这是他的母亲 我们称了阿嬷 阿嬷不在了 上人 就是你的阿嬷 我们 你把 我们代代 怕孙 要做主座 这是 我父亲 给我们的教会 跟大家分享 我是1989年 受证的 那时候可不比现在 现在是一年见习 一年培训 那时候呢 只要说 好 上人 我要做主座 你就受证了 受证 还是有一个仪式 那一年 就是到了 金社去受证 那在1991年 我们有一个姻缘 邀请了金车 实业 那他请金车教育基金会 来跟我们办了 这个预约人间进度 像您说 在台大 这个大操场上 这一场的演讲 是他生平第一次的 用国语全程的演讲 那时候我也天然地北 把殷正阳 李建妇 还有黄大臣 把他们给邀请来 帮我们唱这首歌 那时候我们把这个 大绵羊小绵羊这些 竹筒岁月 把他步到全省的 全家便利商店 那小绵羊就是个人任养 那也1991年的6月19号 当天 大小绵羊回娘家 回来以后 我们就请会计实践证 在当年的那个活动 我们就是立下了一个 叫做慈祭活动 零成本的观念 零成本就是所有的支出 都是那时候由 金车教育基金会来支出 还有我邀请我们一些 企业界的朋友 一起 比方说 我们做那个桃冠义卖 做那个T-shirt 那我们大家都是一起 来承担那个成本 所有所有的收入 全数的就捐进慈祭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也感动了金车 那时候林伟贤 大家还记得 伟贤 他这个年轻人 整个活动是他策划的 他也策划过G2 30 帮别的团体 可是他跟我们合作 知道我们是用这样子 一个零成本的概念的时候 非常的感动 他说别的机构 是先要 是穆德的款 先要留 百分之一定的比例 回到他的教会 再留百分之十五 是他们的人事费用 每一个人出差 都要有费用 我们不是 我们是自己 所有的费用都自己出 等等的这些 然后看到很多 很吸舍大菩萨 融洞 什么叫融洞 一千一百万 所以公称宁融洞 这份的八识田 这一份的善种子 在他心中 后来他自己 开始做事业 他告诉我说 他那时候要创办一个杂志 开始他的事业 他后来成为整个大陆 就三大讲师之一 专门在做教育训练 他在开始立业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他说他贷款 捐了一百万 进来辞机 他要先做融洞 他要先荣意懂事 他祝福自己 以开创的事业 能够成功 真的 他这份祝福 真的就实现了 在九一年 我有很殊胜的姻缘 王副总 就跟我讲说 上人心心念念 大陆滑洞水灾的灾民 我们必须到中南海 去走一趟 因为那时候两岸 这个关系非常的 其实也就是说 大陆那时候 他们的大门还没有开 所以呢 我们要去帮忙他们 我们先取得台湾这边 我们的陆委会 也在那个时候 跟马英九结缘的 马英九非常的支持 也就是说 其实政府很期盼 慈激能够出去 因为呢 本来台湾政府 有送一些资源过去 可是完全都 这些受灾的人 完全不了解 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份爱 他相信 为什么慈激送爱过去呢 会能够让这些灾民 感受到台湾的爱 因为你们都是 一手交过一手 亲手不失 所以他们那时候 非常了解 非常鼓励 所以我们知道 台湾政府是OK的 那时候就寻求 大陆政府 是不是欢喜 我们去用一些管道 大概也有经过 他们在联合国的 副立委员会的主席 也就是那时候 他们整个大陆 这个十年的 抗灾减灾 这个计划的总指挥 阎民妇也是当时候的 他们的内政部长的表妹 走这样的一个道 先找到了阎民妇 阎民妇的秘书 一再再写信来 欢迎我们过去 那我这边 欢迎我们过去 去到那边 会不会有什么事呢 所以我 我也找了我师兄的表妹夫 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是美国驻 北京的大使馆的 一等秘书 所以他跟当地公安 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请当地的公安 来暗中的照顾我们 暗中的保护我们 等等的 这些善因缘 所以我们展开了 大陆 这个震灾的破边之旅 大家看到 诶 议会 你怎么没有穿旗袍啊 可是那个颜色 跟这个旗袍 蓝色的衣服 然后趁着这个红色的 不能穿旗袍 为什么 那时候天天 记者都在 金色在守候 实际什么时候要出动 什么时候要去 要做什么事 完全不可以给消息 因为你一消息一走漏 大陆那边 门就关起来了 你们是来做宣传的 你们是来做统战的 所以我完全不敢把消息走了 出门 在机场 你看我穿这样 我把慈祭 我把旗袍的这个精神 上人似我的宝衣的精神 我穿过去 当然 我也是第一个 把旗袍穿到中南海里面的 很感恩的 上人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一张大家看 手写的 这是什么 这在启德机场 香港启德机场 我们转机 那时候没有直飞 我们转机的时候 王副总说 来 议会 纸笔拿出来 我念 你写 就写下了这些 又介绍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成就 还有赈灾的源起 是什么 构想内容 重点来了 这个就是后来就成为我们 这个国际灾灾很重要的 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就是 救灾 两个原则 直接重点 三不为 三不为 哪三不为 不谈政治 不搞宣传 不刻意传教 王副总用这个字 用这个字也 不搞宣传 这是他们的说法 我们在台湾 这样讲人家会说 你没礼貌 对不对 你水准不够 可是对不起 我们要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沟通 你要有相同的语言沟通 再来 那时候设定一些 要给他们的物资 还有第五项 希望他们能够 跟我们合作 那这就是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这是下午的照片 那天早上 我们真的是非常凄惨 因为那天下午 没有见到严民妇 严民妇出去了 是谁呢 他的属下一位将军 跟我们说 王副总 就把刚才写的那一张 我们copy了好几张 给他们 然后跟他们 从头到尾报告一次 那位将军 插着手 在那边听 听完了 很不耐烦 你们带多少钱来 有人这样问的吗 有的 因为他时间不够 他直接问你 带多少钱来 没有啊 我们要把这边看到的情形 回去 跟台湾同胞报告 来付募款 你们如果相信我们的话 就跟联合国一样 把多少多少钱 你交给我 我就在哪里 帮你们盖了组合屋 今天呢 延民副呢 延部长 就是带着 联合国的代表 去视察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 我们现在身上没带钱 因为我们要把 这里的情况 再去的状况 回去告诉我们的同胞 告诉我们台湾朋友们 大家才能够捐钱 一起来帮助你们 上个礼拜 上个月 你们立法院 也来了一群人 我带 这个 说难听点 其实他意思就跟我们讲 说吃喝完了一片 然后回去 到现在没消息 他就这样削我们 你知道吗 天哪 我们几乎这样 被他用一把 很大把的扫把 就这样扫出去 一扫出去 给个垂头上去 走出去的时候 哇 刚好 一直在跟我们苏信 往来的 那个延民副的秘书 他就站在外面 他听到了 他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刚好部长不在 他比较不了解状况 我说 那这样子 我们有没有机会 部长回来 说您跟他报告 我们有没有机会 再来跟部长报告 他说 我会尽力 我会尽力 我那手 就拉着他的手 把我手上的念珠 就拖下来给他 我说 上人是非常非常重视 这件事情 因为上人心系着 我们这边的 滑动水灾的灾民 这是上人给我的念珠 我把上人的这份期许 给您了 好 希望呢 能够帮我们努力看看 是不是我们能够再回来 那位秘书呢 红了眼眶 他带着上人的念珠 我觉得 他的心里 是非常非常地歉疚 因为本来一直跟我们写信说 欢迎我们来的 怎么会变成那样的状况 真的 我们那天 大家回到旅馆 没有人讲吃饭的事情 回到旅馆是十二点多 没有人去讲 午餐到了 没有 没有人吃得下 一直到下午两点多 王副总办公的 这个 卧室 这个房间的电话响了 他拿起来 严民妇亲自打来了 请我们再回去 而且他一再地道歉 那天下午 他进到了里面 严民妇是一个一个握手 上人好吗 你们师父好吗 哎呦 你怎么认识我们师父 有啊 我每天看中央日报啊 他是每天看中央日报 他能够很清楚 而且呢 他也知道 王副总就是从前 中央日报的总编辑 所以他们都很注意 我们的讯息的 然后呢 其实坐下来 王副总又开始报告 那个时候 我把我的手 偷偷伸进我的包包 做什么 我那个超小的录音机 赶快把它打开 因为我想录下来 把现场状况 就录下来给上人听 那时候 可以大啦啦的 带着那个摄影机啊 什么录音机 这样拿出来吗 不行的 你那这些东西 第一个 他海关根本不让你近 第二个 你这些一拿出来 他就说你什么 搞宣传啊 所以千万不得 就这样 在延民妇的协助下 我们到了重灾区 旁边呢 淹水 还是淹了几十公分的 这张我拍下来 我后来回家 回来写的 我写一个 整一个苦字了得 大家看他脸 写的就是一个苦字 这张真的是 算是经典 照片了 我在坝上走着走着 一面来了一个老妇人 手上拿着三条小鱼 嘴里面 喃喃念着 家没有了 家没有了 我快门起来 恰一声拍下来 他走到我面前 他就跪下来 我也跟着他跪下来 我们两个抱在一起 这个是 应该是旁边的师姐 抢到了两张照片 虽然很模糊 可是那时候 见证了一个什么 就我那时候抱着他 心里就想 哇 真的是 整一这个苦字了得 我如果能够把我们在台湾的福报 分一些给你 让你的生活不要那么苦 我问他说 你孩子呢 孩子在省城 那你怎么不去省城 怎么住在这儿呢 他说 他们生活也不好过 我就跟他拍着他的背 我跟他说 老奶奶 老奶奶 你撑着点 我们台湾慈祭功德会 就要来帮忙你了 其实我那时候抱着他 叫他老奶奶 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岁数也没多大 可是你将那种叫做岁月催人老 在那样的生活情况之下 我们后来就是划着船 进去 这真的看到这个 这什么 远远看一片一片在那边 划进去看 原来是教室的门 我那时候也背从中来 那一天八月十五号 想想我们台湾 我的孩子那时候还小 九月就要开学了 快快乐乐的背着书包 就上学去了 这些孩子学校在哪里 这些孩子的学校在哪里 我心里就真的 那个泪就流出来了 其实这就是上人要我去的学习 从苦字开始学习 就是我们四地法里面的苦 极灭到的苦 我那时候三十来岁 不懂得人间苦 一路就很顺遂 虽然小时候经历我母亲往生 可是我生活一直就很奇妙的 各种姻缘让我维持像公主般的生活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人间是苦的 这就是上人要我去体会 然后把这个苦 带回来 一场又一场的茶会 从不敢拿麦克风 从拿麦克风整个人会发抖 一直讲到拿麦克风拿到 讲不完 不下来 放不下麦克风 就是一直要把 我所看到 我所知道的 告诉大家 一场又一场 这在92年的1月 思贤师兄来到台湾 我也邀请思贤师兄 在我家办茶会 因为是要想要度我的朋友 我那些环境都不错的朋友们 要度啊 可是环境都不错 会落入一个什么 享受 而不自知 上人在方便品里面 谈到享受 在549页里面讲 什么是真正的享受 无贪着 无分别 无生面 而且知道世间有美好的境界 这才是真正的享受 一般人都以为 我物资风雨 我就是享受 我去卡拉OK唱得很开心 也是一种享受 我去泡温泉泡得很舒服 是享受 这些享受 其实我们想想 都是短暂的 真正的享受是什么 就是知道这个世间境界的美好 这个境界 是要我们自己去 走进 这样的一个心灵风光 我这里写 是空中小姐吗 真的 当年以为 我们这一群人是空中小姐 可是不对啊 空中小姐为什么要坐军机呢 因为当年国防部 邀请我们慈激人 到金门 去跟官兵们 去分享 希望把慈激的精神 带过去 同时我们到了金门 也去做访式 说到这件旗袍 当年被误认是空中小姐 你知道 时空隔了三十几年以后 当年没话讲嘛 我三十三四十岁 过了三十几年以后 我记得就在疫情的前一年 有一天我穿着这件旗袍 坐火车 旁边坐了一个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呢 大概忍了很久 最后就转头问我说 你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 谢谢 那 是很开心 这个 当下觉得他日行一散 让我们老人家 开心一下也不错 不过想想也不要太开心 因为像美国的空中小姐呢 很多人的年纪很大的 不过无论如何 他一定就是看到了我们这件 庄严的上人给我们的法衣 上人要我们什么 大家都知道 就是穿上了这件法衣呢 我们的行为举止 都一再的一再的叮咛我们 我们代表的就是慈激 我们代表的就是上人 可是脱下这一件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拿错剧本 所以我们的旗袍 真的是柔和忍辱一样 在1990年代 慈激的会员人数 哇 急需地成长 这个时候社会对慈激的支持 日增 也因为这样子呢 你这个讯息会传播出去 国际对慈激的关注 越来越多了 那时候香港 由曾志伟来号召 香港的隐心 一起来跟我们 我们办尊重生命 他们来议提 那时候我就透过朋友 就找了一群的台湾的 这些演艺人员 跟他们互相比赛 踢足球啊这样子 为了为我们这个募款 那后来呢 因为上人说 要盖儿童复健医院 我们邀请了梅艳芳 来跟我们议唱 那也刚刚我有谈到 我师兄的表妹 他先生协助我们 请北京的公安 来保护我们的 那一位表妹呢 他也一直在传播 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圈很大 所以他也跟德国的电视台 介绍此机 所以德国电视台 也来采访 那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 的观察员 我陪着他 走到了我们的 户砖的顶楼 看着户砖的宿舍 他问我说 What is that? 这什么 那是圆山饭店吗? 我跟他讲 上人就是盖的建筑 每一栋都是非常的用心 那用这样的心来培育 在这边上学的这些孩子们 来培育他们成为良医良户 那时候读者文才记者 Marco Five 也花了七天的时间 来认识此机 甚至路透社的记者 后来还参加我们的近思生活营 当1993年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说 国际对我们的关注 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需要这种语言 培养能够用外语 用英文用日文 来传法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一个因缘之下 我常常讲说 早上在来的路上 我想说 真正那时 说个音乐生个小孩 其实就是弟子 对上人的那份恭敬心 上人那时候 也是一个因缘 有一个YPO 一个国际的组织 都是各国的企业家 来经测参访 因为那个因缘 我跟当时候 资深的我们三十组的组长们 请他们把组里面 能够认识 会讲英文的 不管是不是委员 那个委员的小姑 委员的妹妹 委员的孩子 都可以提供出来 提供出来以后 当天去接待 我们当时做了行前叮咛 当天去接待 结束 中午用餐 上人很开心 上人说 议会啊 这点人 你不能让他散开哦 倾一倾一句话 后来就成就了外语队 那我们那时候 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一次的研习啊 当时候有谁呢 阿贵师兄 是从这个外语队 这个门进来的 移民是谁啊 运进师兄的师姐 明蒙啊 还有方川师兄 就是慈乐慈让的哥哥 现在是我们慈八处的主任 还有施起之师兄 是慈让师姐的师兄 李贤师姐 都是我们耳熟人 想要我们重要的核心 他们都是 其实那时候 李贤师姐算是已经 他已经是委员 其他呢 都是这样子 从这一道门给进来的 那这是在我们 台北旧分会隔壁 就有一个台科大 应该是北科大 那边 当年姻缘是有一位 甘比亚的孩子 甘比亚在 的大学生 在面念书的大学生 在打篮球中间就 往生了 我们因此接触到 他们这一群 的这些孩子 我相信这些孩子其实 从这些国家 派来台湾学习的这些孩子 未来回到他们学习 他们的国家 都是他们国家的动量 他知道那个带领师姐 Mozambic 他的师兄 也是来台湾念书 跟他认识的 回到墨山比克以后 就成为他们国家 在培养的动量 这就是一个种子 给带回去 那后来呢 也就是 在19 看一下 1995年 三月 这一团成行 这一团成行 是非常有别于过去 我们的正在团 上人 都是一定 规定是此成为缘 可是呢 这一团 就是让了十业家去 那我当时候 我有分析 抱歉 当时候有分析 就是 抱歉 抱歉 就是这些 十业 十业家 他们去 哇 越弄越 后面了 这个 也是 哇 怎么回去啊 师姐 求救啊 中中 又回去 我已经跑到 太后面了 对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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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回到这一页 有志的这一页 好 谢谢 这个对不对 不对 也不对 钱 上页 好 了解了 我们来看看 当时呢 十业家 他们第一次参加 赈灾团队 是让他们 艰苦之福啊 还有 让他们也 因为他们平常 没有很多时间 可以做慈祭 有这个机会 能够见证慈祭人 慈悲跟智慧 并且贡献 他们的经营理念 和沟通的方法 还有扩展 十业家 传播这个大爱的力量 那 那时候 大概有 除了曾经发师兄 是先发以外 其他有九位 一起过去 那当时候 其实发生了一些 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师兄是在 前一梯的 赈灾团就去了 因为他是受证的 辞呈 那 这一梯 在跟我们去的时候 大家看到 他坐在这个船上 岸边 就有人跟你挥手 为什么 他们认识了 这一件蓝天白云 上一次去的时候 给他们种子 他们已经把稻 种得 好美好美 都高高的 稻子都弯腰了 所以他们好开心 又看到慈祭人 就看到家人一样 大家也看到 季宇师兄 这是他处女秀 他第一次参加慈祭活动 我剩下三分钟 要加快 也就是这样 贱苦之福 其实那时候 一个姻缘 我师兄就跟九位的 这些企业家们说 当时候在 有一个审 就是赐棉又打进来 结果呢 把放火烧掉 他们的房子 好像数千位的 难民家庭 都在这个 在这个 怎么说 他们的这个公路上面 那那个 那时候我们心里很矛盾 那要多少钱 一千八百万 才能够帮他们 所以给商人 增加很多负担 为我们当下答应 可是不答应的话 这些人怎么办 那时候我师兄 就跟这九位说 我们回去 一个人 拿两百万给商人 好不好 就这样子 大家也都同意 其实当时候 三十几年前 三十年前 当这个两百万 不是很小的数字 那我师兄呢 其实当时候 我们也只是 在我公公的公司上班 那时候 我师兄就想到一个办法 当那一年 我公公想要换两部车 一部他的 一部我们的 我师兄就跟我公公讲说 我们的那一部两百万 我们省下来 你两百万给我 我要给商人 那你的那一部 你那个公公的那一部 其实他们真的都很省 都坐了十几年的车 爸爸你的那部 你就换新的 你把你旧的给我坐 这样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样就只 启发了我师兄的那一份爱 然后接下来 商人就因缘 用因缘来导入 叫我师兄研发 这个福慧珍州 浸丝茶 现在大家吃到福慧珍州 那个甜度 是商人亲自挑的 也这样子慢慢就成就 他们几位龙董 就成立了人道援助会 也就是大爱感恩科技的前身 这样子一步一路 后来我们也成就了这个进师生活营 那我想呢 因为时间不多 我把接下来的 我就都掠过了 我们这个是后来 在1990年 也是上人一句话 因为我那时候常常带 带我的好朋友们回去看上人 上人就说 你回去不要乱去 要让他们上人来主座 那时候常常来慈祭 就要常常入慈祭的法 要常常听慈祭的法 想办法 那时候教他们 一下来当委员 可能他们都还没有心理准备 那后来想说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慈祐会 每一个月 我们就邀请 要以慈祭精神会友 然后呢 邀请身体力行 来做慈祭的人 比如说那时候的周元师兄 也是我们重要的讲师 来到讲师家慢慢度 慢慢的 一位一位就成为委员了 那洛兰师姐 不算是初创的 好的时候的成员 可是他后来非常精进 在95年他就受证了 那他也是成为第三代的慈祐会 目前是他是负责人 那这时候当时候也是想 就有各种的活动 就鼓励受证了 那他也是成为第三代的慈祐会 目前是他是负责人 那这时候当时候也是想 他们出来 那我们也像这个以色列大使 他介绍了他们的这个音乐家 David Dior 为在全球帮我们唱了二十几场 就目得了数亿的善款 像这样点点滴滴的音缘 这是后来我们工传团队 远然成型 现在目前呢也成为 里面有分了好几个功能组 比方说经贸实观组啊 这个新闻组啊 路美组啊等等的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次 在土耳其打包的时候 工传也是去做尽了一些本分 那平常我们也需要 跟社会贤答互动啊这些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们要寄邀请函 送邀请函 给御佛的贵宾 刚刚在卫福部啊 这是在立法院啊 到了马上要到的5月14号当天 我们就要陪伴君长 来接待这些贵宾 这一位是从来没缺席过的贵宾 从他当总统到不当总统 到现在从来没缺席 那最后一位抵达的一定是总统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给他的时间是最后时间 到就可以了 省得让他等很久 那今年也都是这样子 他们也都会来 那今年蒋万安也会带 蒋万安也会带着他的团队来 那这是这些外国使节 有些会像总统 大概是他的御佛丸就离开了 可是呢 很多使节他们会一直留到最后 那其他的我就省略了 因为我时间已经有一点点超过了 很不好意思哦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最后就是我这本书 大家很关心 现在呢 很感恩法 美国法毕如水的团队 已经把它翻译成英文 然后呢 也都现在经典杂志在这些平台 都买得到我们的一如阳光的英文版电子本 大家想说 我看过了啦 英文我也看不过 不要紧 我在电子 这英文版里面 我加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是中文版没有的 所以呢 还是可以买来看照片 阿弥陀佛 那我们现在也在努力 在Amazon 亚马逊 能够买得到 好 感恩哦 最后还是分享 上人说功德 功是什么 累修 它是一种我们自己的选择 德呢 是外形 这是我们的抉择 阿弥陀佛 恭祝菩萨们 福慧双修 功德圆满 感恩 阿弥陀佛